好啦 其實我們剛剛決定喔 因為原本只是想要拍這個門市 反正太大了 兩個門市塞進一集可能會有點拍不完 所以剛剛想說就拍這邊這個門市就好 但那邊實在是太漂亮了 所以剛剛臨時決定了 請Ryan帶我們去拍下集好不好 好 沒關係 那因為片長的關係 我們另外一邊的門市就放到下一部的影片去 好 那繼我們上一集呢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彭麗未遇的另外一間門市 那今天一樣麻煩我們的鄉里Ryan來幫我們做這間門市的介紹 好的 沒關係 好 我們進來吧 這間的風格真的跟上一集的那間門市完全不一樣 然後聽說這間門市是靜靜設計所設計的嘛 對 這間是胡碩峰 胡老師設計的 所以說他們在風格上真的有很明顯的差異 它是都設計的非常的棒 那我想問一下這間主要擺設的產品跟原本那間擺設的產品 有什麼比較大的差異性嗎 各個品牌都有擺啊 那比較不一樣的話是多了大理石的部分 那這個品牌是義大利品牌叫Savatori 它主要都是做大理石 然後地板的Shower tray跟臉盆 然後一些大理石的配件 所以他們大理石的產品是主攻坐在衛宇空間裡面 對 那牆面的部分的話我會建議坐在甘區 這邊的話它有不同的一些紋路 這邊也有Jesse新的龍頭系列 它是偏有一點新古典 可是它在跟我們介紹的時候 它希望說它可以有一點古典 但是又可以有一點現代 現代跟古典的結合體 對對對 所以它可以放在現代風格的住宅裡面 也可以放在古典風格的住宅裡面 基本上都是可以搭的 這邊的話有一個從天而降的水龍頭 它也是Jesse的品牌 那它這個設計裡面是一個水滴的設計理念 適合在空空空間 那客人來的時候洗洗手用 可是這種東西要施作 一定要買好應該要買的管線 所以基本上這種東西就是 整個浴室重新試做的狀態下 才會放很重 這個的長度也可以定制 那這一座也是一體成型的 這座都是一體成型的 沒錯 那也是人造實的 那這邊的話它多了一個 掛鉤 可以掛毛巾 那這感覺比較 好像比較適合放在那種客位浴 因為你比較常態性使用的話 可能水槽跟檯面可能需要大一點 使用起來會比較方便 再來這面牆它比較特別的是它的淋浴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個手工的品牌 The Watermark 然後它的東西都非常的扎實 商品的獨特性也比較強烈一點 比較偏工業風 應該這麼講 它是工業風沒錯 但是它是精緻的工業風 這些面料的質感 它其實都做得蠻細緻的 因為有些工業風 它可能焊點什麼的 跟它的材料會比較粗一點 但是它的用料 就是跟我們常見到那些工業風的東西 又不一樣 它細緻非常多 然後它下單到生產 最少最少半年 因為它是下單後才生產 所以它不是量產 它不量產 有辦法接受那種純熟感的人 它會非常喜歡 那它是我覺得獨特性比較強 因為它從電鍍 然後打磨 這些都是完全純手工 它就是衛浴界的勞斯萊斯 要買勞斯萊斯的人 因為它有定制期的限制 所以建議大家在可能 規劃設計的階段 或者是在刻畫設計之前 就可以先來看看 這樣在工業上會比較難得及 那再來往這邊走 可以看到原本隔壁間有看到的臉盆 那不同的系列 但是它做黑色的 那這邊打光下 它有點像咖啡色 但它其實是黑的 然後這邊把手在中間 它是做金屬的 那也可以去做挑選 現在它的衛浴越來越多 不一樣的玩法 那再來我們往這邊 可以看到浮誇的一個花灑 這是Jesse的大花灑 這邊它做了情境燈光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花灑的表現 它有三種情境 那我們先看第一種 魚鱗的感覺 那再來就是瀑布 那再來最特別的來了迷霧 哇 這個就很浮誇吧 這個很少見耶 很少見 但是很舒服 它的用意其實我覺得是 在蒸汽室或上大房出來之後 可以降溫 或者是你在外面跑步回來 你不想要整身都濕 你可以用這種感覺 對 先用比較溫和的方式 讓身體的溫度先降下來 那或者女生她覺得洗臉 她不想用到那麼強力的水 這種感覺也很不錯 然後再來是 還有 還有 這個可以拿來打你的背啊 電腥 然後下面是定溫 可以控制你的冷熱 然後這邊也可以調 遙控的部分是可以調 它的顏色 它可以做定色 然後或者是循環 它就是七彩的顏色都可以調 那這些可以選配 你可以不要燈光 然後你的花灑 可以不要到那麼多情境模式 就只要一種 所以剛剛講的 個別的工人都可以獨立選擇 可以 那開關樣子也可以換 靠山自由配的意思 對對對 自由配 它還可以選顏色 你說它的五金的顏色可以選 連花灑顏色都可以選 可以配全部 你要黑的也可以 要金的也可以 要古銅色也可以 所以是我們上一集提到的那一本 五金的樣好 沒錯 黑碟都可以選 對 一樣老化一句 等你下一間房子 哈哈哈哈 那這邊臉盆有展示了三個不同材質 我超愛這個 316不鏽鋼 不鏽鋼 帥 它就是帥 那剛剛隔壁看到是黑的 這個是它不鏽鋼本來的顏色 那我想問一下 這種不鏽鋼啊 用在水槽這個功能上 它會不會容易會有一些水質 之類的東西出現 其實每個臉盆材質都會 跟一般的我們常見的 陶瓷比起來的 陶瓷最好保養 這個必須可以坦白說 沒關係啦 為了帥 我可以努力一點清潔 我們的生活習慣比較爛爛一點 怎麼樣 那輪造石 上一集那個是整個檯面一體成型的 那這個就是單一座的 那它的質感一樣是這種霧面 比較細緻的質感 對 然後陶瓷 剛好這邊擺了各個不同材質 這邊就會看到大理石 它是一個台上盆 但它就是不做蓄水功能 水就會一直流掉 因為它的落水頭就是一片 它是避免比較大的東西掉進去而已 然後這個是比較新的材質 它是結合樹脂 這個材質好特別喔 很特別喔 它有做浴缸 它半透明 我剛乍看之下以為它是整個實形的 然後覺得好像視覺上有點怪怪的 近看才發現它是半透明 保養起來的話 應該跟我們正常保養一樣 都是用蘇打水用棉布擦拭 那它的部分的話呢 我覺得應該跟我們平常臉盆 遇到的狀況一樣 你用久了可能會有造構的問題 但是剛剛介紹那幾個臉盆 我覺得都比大理石的好保養 大理石真的比較難酷一點 真的有愛的在選大理石 好那在這邊你覺得它像什麼 這個我猜應該就是這樣用的 這樣好嗎 小混 是不是小片頭 是 是小片頭 那你平常上小片頭會這樣貼著嗎 我只有看到它情不自禁 想要用這個姿勢 一般小片頭不會長這樣子啊 它就是一個洞 你站到這邊你就自然而然小花 會吸住是不是 你就覺得不用用手符啊 因為它就一個洞就剛剛好 我就幫你耗在這邊 但應該你只敢在你家這樣子 在外面看到你應該不敢 我的影片都上了 我應該什麼都敢 好 了解 它還有一個兄弟啊 大顆一點 你說洞再更大的嗎 然後整個比例也再放大一點 我覺得不要再更大的 這個洞對我來講蠻 好像講得不太對 好像怪怪的 但是我覺得它還不錯 要裝小片頭的這個真的可以認真考慮 這個是義大利的品牌 那這個品牌叫Chero 那主要都是做陶瓷類的東西 它們就是比較多顏色可以選 那就是大家前陣子很夯的那個宮廷具 那它就是強調它的莫蘭迪色 這邊也是一個結合家具式的概念 那也是你剛剛看的小片頭那個品牌 它們家做的連噴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包廂 這邊呢我們展示的是西班牙的Inbani 它的一體成型的連噴 但它做了顏色上的客製 這個顏色很精緻 它可以做60個顏色 在上一集你們隔壁看到的它是霧白色 現在真的消費者太幸福了 因為有這麼多的顏色可以選擇 以前都沒得選擇 對 以前都是亮白色 陶瓷的 然後水龍頭都是亮銀色 跟以前的選擇總力比起來 真的差距太大 所以你們的工作越來越真難了 但也越來越好玩 對 越來越好玩 真的倒是真的 那這邊的話就是跟你家馬桶一樣 Ason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常看到的落地馬桶 然後這個呢 我們有搭配了感應面板 那可以感應 小沖水 跟大沖水 它不用直接去按 對 那你要按也可以 這邊也有 那再來就是 按摩池 這個品牌呢 它是義大利的APRO 那主要是做 壓克力浴缸 按摩浴缸 髒拿房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藍牙音樂功能 然後它還有濾芯 那有燈光嗎 燈光有 它一樣會有燈 它基本上就是全配的 所以燈光現在開起來的感覺就是這樣子 然後它會自己變顏色 顏色也可以自己挑嘛 對不對 對 可以自己挑 所以這個 你剛剛說這一部分 是可以做加購的 對 可以做加購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 針對這一間門市的介紹 好 那謝謝Ryan幫我們講解得這麼詳細 不會不會 小事情 好 那如果對紅利有興趣的人 都歡迎先打電話過來預約哦 好 那我們Ryan對於 想要來看的客人 有沒有什麼想要跟他們分享的事情 來的話就是可能我們可以稍微的聊一下 那討論一下想要的東西 或是設計師的想法 或者是風格 或者你要的顏色 那我們是可以做討論溝通之後 客製化去幫你配置的 你們就是會做一個很精美的簡報 幫大家把所有的空間 所有喜好的東西 分門別類的會在簡報上秀得很清楚 那我們這集影片就先介紹到這邊哦 那如果對於試鑽設計 還有其他相關的問題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哦 那不要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甘丹設計的FB IG 以及Win的個人生活頻道 WinFamily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嘿咯 只要是甘丹觀眾到紅利為預消費滿額 即可獲得專屬精美小禮物 記得說是甘丹粉絲哦